上次我提到了动能的定义是1 2分之1mv平方 在这样子的定义之下我们如果要来算一个物体 它是合力对它做的功的话 我们可以得到功能原理或是功能定理 就是你只要计算什么 你只需要计算它头尾的动能差动能的变化量就好 你完全不需要去切割去计算中间的过程合力做了多少功 好那这是我们上次提到的 这也是为什么动能要定义成1 2分之1mv平方的理由 那我们现在继续来看动能它的音次 或者说我们来看一下它的SI单位好了 那我们知道mv平方嘛 所以我们就用公斤乘以这个每秒几公尺的平方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其实我们有学过 所以心里也预期这单位应该是交二 来试试看把它拆相 如果我们把这个单位可以拆成这个样子的话 诶前面这一项就是质量乘以加速度 所以质量乘以加速度 由f等于ma我们可以知道前面这项就是牛顿 所以它就是牛顿乘以公尺 也就是交二 所以的确动能的SI单位是交二 那动能的变化量当然也是交二咯 那做公我们之前就已经讲过了这公的单位 当然是交二 我们来提一个例子 这例子提到了有一个两公斤的物体它往下掉 那掉了四公尺 那中立加速度是十 那这边这个题目我们考虑到有一个空气阻力 所以这个是一个有阻力的问题 那想要来问几个问题啊 第一个合力做多少功 我们来看一下掉下来 这个物体会掉下来当然是受了重力啊 可是合力做功 我这个sigma代表合力 合力做功的话除了要考虑重力之外还有主力做功 所以我们在这时候可以来 来来算重力做功 再算主力做功加起来就是合力做功了 不过我们不想要这样做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有一个功能原理 我只要知道出动能莫动能 我即可以知道合力做了多少功 所以我们来算一下 1分之1mv平方 这是莫动能减掉出动能 1分之1m0的平方 说速度等于0 所以这样消掉就是100交二 所以合力做功100交二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重力做功是多少吧 写个wg 这个东西往下掉重力也往下 重力的方向向下运动的方向也向下 所以同方向做正功 做多少功呢 我们之前已经其实有计算过了 其实我们只要算mgh就可以了 好它掉下来h 这个就是重力做的功 m是2 那g是10 我们用10来做一个估计 h是4 所以是80交二 所以重力在这个例子里面做了80交二的功 好 那接着我们来算主力做功吧 合力做功会等于重力做功 加上主力做功在这个例子里面 其实也没有别的力了嘛 应该没有了齁 那所以就只有这两个 所以我可以利用上面两个式子 我可以解出来 原来主力做功就是20交二 所以从这个例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出 就是呃用功能原理的话 我们完全不需要管中间速度变化的过程 只需要就可以直接得出合力做了多少功 这是个非常方便的原理 然后呢重力做功的话就回忆到我们之前的mgh 跟它上下的高度有关 然后我们就可以轻易的求出主力做功了 我看它帮了 不稳定